弟子归十三叶落实,你就有条件学佛了 这两样东西没有,你没有条件学佛 那你的学佛,天台大师所说的名字为重 有名无实,你不是真正学佛 真正学佛没有不得受用 那个不得受用,那你佛没学好啊 我常说,你算命看相都懂得,相随行传 你一修学有没有功夫,得力不得力,从相貌就看出来了 行善,相貌就善,行慈悲,相貌就慈悲 心地善良慈悲,身体一定清净,一定好,一定健康 这个不能骗人的,不但你的身心都改变了 你居住的环境也改变,这环境一般像磁场 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的气氛不一样 很多人都能感受得到啊 所以说,一定要从内心里就改过 断食物修善 那断食物修善,最具体的就是把地质规落实 字字句句都做到 那个食善一点都不困难 然后才能够入佛门 入佛门,你看佛就传授你 三规也 三规是修佛 总的迟导纲链 总的原则,总的方向,总的目标 一进佛门,先就教你 你以后一生,不管修哪个法门 不管修哪个宗派 都不能够啊,拼离这个原则 拼离这个原则,你就做错路了 这个三规是绝正经的 绝而不明,是鬼佛 正而不邪,是鬼佛 静而不然,是鬼神 这叫三宝啊 三宝是自己自信三宝 自信觉就是无量智慧 自信真就是无量的能 自信静就是无量的佛宝啊 你看佛就把你传授了 那你一生的修学,八万四千法门 无论哪个方法,都是修绝正经 立开绝正经,就不是佛法了 你就不是佛的学生了 佛的学生,无论修哪个法门 决定是走绝正经这个道路 就是受持三规,居足众介 从这下手 你才能够一门深入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从哪去 你找不到门口如啊 这是不能不知道的 转变,就从这个地方去转 真的 转迷些人啊 唯绝正经 感应就显起了 你这个做母亲的,要为你的子女修 你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她 有很明显的感应 都是要有真实的功夫 才能得感应 不是从自己真心里面去做 都不会有感应 这个道理要懂 默默一个问题 以佛学的观点看 人来出世间的性别是因何而定 是否跟自己过去身中所造的物业有关系 不完全是我业 善我混杂了 如果过去身中的业力 决定有关系 换一句话说 就是业力变现的结果 你明白这个道理呢 那就应当要懂得断无修善 要造善业可不能造我业 造我业的结果三途六道 这个善业也不是好事情 你脱离不了六道轮回 也就是你的执着太坚固了 你放不下 人只要有执着 就决定脱不了六道 执着放下了 六道轮回就没有了 你就证阿罗汉国 阿罗汉还有分别 没有执着有分别 所以他出不了十发戒 分别也放下了 他就出十发戒了 出十发戒才算是成就 一阵发戒 所以分别执着绝对不是好事 不可以不知道 功夫都在这上用 可是习气太甚了 无量界来养成的妄想分别之处 今天说一下方向哪有那么容易啊 所以这个就关键 佛法讲缘分 缘分有好老师 首先的是得人身 你不得人身你没法子修啊 第二种呢 遇到佛法 人身难得佛法难闻了 得人身了 闻到佛法 闻到佛法能不能成就呢 关键在老师 老师太重要了 有了好老师 还要好同事 同餐到有 这是基本条件 最后一个就是 学习的环境 要这个通通居足 你才能成就啊 少一个 成就很不容易 好老师 可遇不可求啊 什么人是好老师呢 没有一定 这个人对我是好老师 对你未必是好老师 那对你是好老师 对我未必是好老师 所以 四字之道 自古以来 他所讲的条件 是建立在 诚信 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 你对于老师 真心 真心是老师所讲的 你不要分之百做到 这叫真心 那这就是你的善知识 不一定老师真的有什么高明 德行学问 不一定 他讲的话 你决定会做到 你信以为真 这个老师跟你就有缘 你跟他学决定成就 你 我记得 我已经不熟了 那是 你 我这么说